今天咱们说一个近期比较流行的一个话题 就是合作社以及大食堂 合作社呀 好多年轻人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什么 作为我一个50岁的半老头子啊 在当年可是知道他有多风光 包括啊 你像我是70后 60后就更加知道合作社在当年意味着什么 在当年一个合作社的售货员 可以说是比赤料的最顶层 他们接住了物资源头 然后呢 工资又不低 然后呢 又不累 为什么 售货员这个东西和现在的服务员是两个概念 它是体制内的工作 我们也知道啊 这次供销社据说已经开始招收公务员了 所以其实为什么供销社这次让大家伙感到非常的诧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供销社开始招公务员了 让大家伙以为啊 又是不是又回到了之前那种售货员是体制内 然后冷落冰霜的那种感觉啊 咱先不说呢 咱也说之前在当年供销社有多重要 供销社啊 应该是因为我小时候啊是在插队生大院长大的 我的父亲是插队生嘛 那么我所在的村子 虽然不是就是乡所在地 那会叫公社啊 虽然不是公社所在地 但是由于村子在公务边上 所以公社的所有的什么拖拉机站啊 人家要农机站 什么水电站啊 什么卫生院啊 都是在我们一个不足200人的一个小村子里驻扎着 包括什么废品收购站 但供销社包括什么派出所呀法院那些东西都有一应俱全 所以我在当年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交通真的能富一方啊 然后我们就是由于公务的原因接受了好多不应该一个小村子不应该有的东西啊 供销社的当年并不是是个村子就有的 并不是有居民点就有 而是在最起码你得是在按现在说是乡镇一级才会有 那是一个单位啊 注意它不是一个做生意的地方 它是一个单位 它是搞物资供应的 供销嘛 首先是供应 其次才是销售 为什么呢 因为当年说起来年轻人可能觉得不可思议 当年买东西不是说你有钱就能买 它是凭票供应 所以供销供销 首先是供 然后是销 你得有这个 比如说火柴票 布票 粮票 糖票啊 稀稀古怪的各种票 说实话我都说不全啊 凭这些票 你才能去买一些东西 如果没有这个票 你有钱是买不到的 所以在当年的供销社 它为什么叫供销社 这是有很大原因呢 首先是保证物资供应 其次才是说钱的事 这也是为什么供销社一说重出江湖 好多人说我的天 莫非要重回当年的 平票供应 当然说这不可能 现在我们的物资大丰富 还有人甚至是这么认为 供销社的重出江湖 是因为现在世界的形势 真的是非常不好 我们都能看到啊 说是欧洲就不说了 现在中东 伊朗听说要和伊拉克 这个沙特要发生一些冲突 所以战火已经蔓延到 似乎要蔓延到亚洲 咱们的这个州 中东嘛 所以是不是拿供销社出来试水 或者先建立一个物资供应系统 来保证 一个是保障物资供应 一个平易物价 我是说现实的啊 就将来的作用 其实供销社这些年是存在的 如果你去过伟大首都北京的话 你会发现在长安街上 是有一个供销总社的 人家是部级单位 很高级别的了 这个供销社其实很厉害的 一直存在 其实就是防备一些问题的发生 那么防备什么问题的发生呢 我们把眼光啊 往前倒三年 三年以前啊 今年是2022年 2022、2021、2022年初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口罩是生活必需品了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突然发现 有些人囤积 居其啊 囤货 我有关系 我有路子 注意我一定要把这句话说 说透了 叫我有关系 我有路子 我有眼光 我囤了大批的口罩 然后我高价卖 我一块钱一个 甚至是五毛钱一个 我进 然后呢 我20块钱一个卖 这个就是属于几倍 几十倍的这种 这种这种利润啊 来剥削老百姓 你说他 他说哎 我这是商业行为 谁说我这犯法了 对吧 这还仅仅是一个口罩 那么后边紧跟着 就是会发现 一旦说这个地方给封了 比如说武汉封了 比如说 郑州封了 或者哪封了 被封城之后 我们又发现一个问题 物资进不去 大批的物资进不去 供货渠道 其实是被商家把控的 而商家 我们不能说他为利是图 最起码商家说了 你不能让我赔钱啊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就是日常商家进货 他是以牟利为目的 就是说我这个东西 我进他是因为他能赚钱 或者说他的利润最高 我自然进他 进他比较多 而一个城市一旦封控之后 他进货的时候 我不是说 以是不是牟利为目的 就是他这个东西 是不是有利润 而是这个东西 是老百姓的必需品 生活必需品 你必须把它进来 进来以后呢 要注意 如果说是他 长期以来利润点比较高 那么这个 他的供货渠道是通畅的 而如果他的利润点比较低 他的供货渠道 其实是不同畅的 或者说是 是小的 比如说我一年 我就进一顿货 我就用一个小汽车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你让我弄一个 弄四个什么半卦 利润 这个成本就很高啊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看到啊 就是城市 城市被封控之后 好多蔬菜包也好 一些东西 他会有一个 首先有一个 这个东西来了以后 你不一定喜欢 我想吃的 你没有 我不想吃的 你送来一堆 然后呢 送来一堆又算了 你还死贵 或者说 我本来就不喜欢 你充我要钱 我就不高兴 就是说 对于价格是 不满意的 并且呢 有些必需品 比如说奶粉 特殊品种的奶粉 前两天不是说 保定有一个人 低着菜刀 出去 买奶粉 就是因为 有的人在日常情况下 他买的奶粉 是特殊的奶粉 而这种像一个城市 整体供应的时候 他根本考虑不到 或者叫无法顾及到 极其微小的 小众的那种需求 根本就顾及不到 我们只能顾及一个 大众性的东西 特别小众的 不是说不管你 而是管不过来 每天要保证 几十万人 几百万人 几千万能吃喝拉撒 然后你突然有一个人 站出来说 我这和三千万人都不一样 我要这个东西 和别人都不一样 为什么 我跟别人不一样啊 我这人 是吧 不能说我怎么 我确实和与众不同 我的需求 确实与众不同 请你保证我的共鸣 说 真的很难 真的是很难 然后就起冲突 然后我在微信上 再写个东西啊 是吧 就是政府不管我 或者说是 风控不管我 没有人情 是吧 没有人情味 这个 所有的负面都出来了 你能说他不对吗 对呀 人家的需求 就是这样啊 但是能保证吗 保证不了 那么这时候 供销社 出来之后 它起到什么作用呢 刚才我说了 保障 供应 供销社不可能 我就供供应一样东西 它其实啊 我们看现在的供销社 其实就是一个大超市 但是这个超市呢 它不像 这个 以盈利为目的的 这些超市 那些搞的什么 环境特别优雅 卫生特别良好 摆放特别的整齐 就是快零期的 给你放在上边 是吧 放在中间 离这个 这个什么 还远的 离这个 应该叫有效期吧 保质期比较远的 放在下面 或者放在特别高处 有好多商业套路 装潢的特别漂亮 喊叫的特别卖力 是吧 但是在供销社里边 就没有这些东西 它主要就是一些 我有 我便宜 物美不美 不知道 肯定价廉 注意啊 价廉在 现代社会 有时候是一个 罪过 你买一个东西 比如说一双袜子 你五块钱买双袜子 和你五十块钱买双袜子 你出去走路的时候 脑袋抬的高度 是不一样的 我不是埋态谁 人嘛 就这么回事 说我今天穿了个 五十块钱一双袜子 我走路的时候 自然心情特别好 我脑袋羊特别高 然后呢 我买一个双五块钱的袜子 或者是五毛钱一双的袜子 你就感觉到 我挣那么多钱 我为什么这么着呢 对吧 这是现在的人的消费理念 所以供销社这种价廉这种东西啊 物美不美它便宜 好多人就因为它便宜 你不去买 很有意思啊 我不能说它不对 就是这种消费理念 所以供销社的这种买卖不一定新龙 就是因为它很便宜 便宜到你不愿意进去先丢人 确实有这么种思潮 由于这种思潮 我再说食堂这个事啊 就是供销社为什么去的人少 是因为它便宜 东西是齐全的 但是呢肯定不是商家做广告做的 我一块钱东西花一百块钱做广告 然后我一百一百一十块钱卖给你 明白我的意思吗 它就只一块其实 而供销社卖的那个东西呢 它就是一块钱东西卖你一块五 不是说不赚你钱 而是他卖的东西是我有 这个东西肯定质量是没问题 注意质量肯定是没问题 但是品项包装肯定没有那种花 非常高的代价来做的东西那么漂亮 然后要价又便宜 这个就让一些以物为美的人 我可能说的比较委婉啊 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 以物为美的这些人 比如说喜欢乡车美人吧 乡车喜欢开豪车 喜欢车穿漂亮衣服 然后站在人前呢 有自信感的这些人 他不去 他也去那个地方 唯尺 比如说有的人特别高兴 我去哪哪哪了 我去哪个比较著名的超市 我花了多少钱买什么东西 他关键是我花了多少东西 多少钱 而不是说我去哪个供销社 我花了十块钱买了点什么东西 他觉得没气势 所以供销社的买卖其实是不兴容的 不兴容的原因很简单 价廉 从这儿引出另外一个话题就是食堂 食堂在现在啊 一般是比如说农村是没有食堂的 哪有食堂 单位 单位的食堂 如果这个单位是比较牛的单位 比如说华为的食堂 是吧 亚迪的食堂 是吧 这些比如说特斯拉的食堂 这些地方的食堂肯定一 大 二 自住式的 我们可以看到啊 宣传的照片当中 能够看到一些特别好的单位的食堂 食堂那个菜品的丰富程度是你难以想象的 就是一个非常高档的自住餐厅的那种 除了没有酒水 食堂是不提供酒水的 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啊 食堂和饭店的区别 我这里告诉你 一个好的单位的食堂 它肯定便宜 甚至是免费 注意 真的是免费 单位效率稍微差一些 或者说是不是特别牛的那些单位 它会象征性的收你一部分钱 比如说早饭一块 午饭两块 晚饭两块 一天五块钱 甚至是早饭一块 午饭一块 晚饭一块 一天三块钱 象征性的收你一个一点钱 然后是挤菜一汤 是吧 这个 但是呢 但是呢 有的人是不愿意去食堂的 为什么 因为他认为吃食堂 犹如自己的身份 我不是说骂谁 因为真的 以物为美 或者说是以物为荣的人 现在是一种风尚 我今天去哪个饭店 我花了几千块钱 我请了哪个哥们 我就是吃了顿饭 这很牛啊 但是如果说 你说我今儿 食堂 花了一块钱 吃了顿饭 他肯定不会跟别人说 所以有的人 有的人是觉得吃饭嘛 就是吃饭 在食堂吃顿饭 饱就可以了 有的人是不行 我今天我就不能在食堂吃饭 我要去饭店吃 高档饭店吃 我吃吃什么 我吃的不是饭 我吃的是服务 我吃的是尊严 所以好多人其实 不去食堂吃饭 但是即使是现在 农村是没有食堂的 如果你放在早期的时候 现在说的 又是时间又导致在 当年啊 农村也好 这个机关 企事业单位也好 那都是有食堂的 只不过呢 在当年的食堂啊 比如说一些大单位的食堂 那肯定很牛啊 这个米饭面条 甚至还有点 偶尔还有一些红烧肉 对吧 好单位 肯定永远食堂都是好的 要的这个钱呢 肯定是便宜的 在当年啊 没有免费的 它就是成本价 然后农村也是有食堂的 食堂啊 农村的食堂 我吃过 有幸吃过 就是我记忆当中 有幸吃过 就是高粱 高粱的米熬的粥 然后呢 大窝头 我至今都记得 我吃饭的时候 我看到我对过一个 特别瘦的人 眼睛瞪得圆圆的 讲的吃那个窝头 嘴特别大 咬的口特别大 然后我咽的时候 喉结的那种 上下滑动 然后眼睛瞪得特别大 我不记得他吃菜 我不记得菜是什么东西 只记得有窝头 有粥 吃的时候特别着急 其实你现在想起来 就是物资匮乏 食堂当时农村还是吃大锅饭的时候 他就吃食堂 家里你也当然可以做 当然据说食堂最牛的时候 家里是不允许做饭 不允许生活的 后期的食堂可以有 家里也可以有 就是大锅饭有 小锅饭你也有 所以呢 老人们对于大 对于食堂 其实是 尤其农村人 对食堂的印象 不是特别好 但是单位的人啊 只要你有单位 对于食堂这个东西 它一直存在 它一直存在 那么现在又提起食堂 它是干什么的呢 就是社区食堂 然后又说社区食堂 什么意思 其实我们也应该意识到 现在的社区食堂一直也存在 最起码在五年之内 它是一直有的 只不过由于疫情 这三年由于疫情的话 食堂反倒少了 只不过呢 现在的食堂啊 还是以这个私营为主 以营利为主 它名字叫某某大食堂 就比如说哪个区大食堂 或者哪个小区大食堂 甚至有的说的某社区大食堂 便民大食堂 总体来说 菜品不是特别多 价钱不是特别贵 比饭店要便宜多 更有一点 它不提供酒水 我反复讲过啊 食堂是不提供酒水的 如果提供酒水 那就是饭店 这个可是肯定的啊 那么现在 人家有提出一个 大食堂的这个理念 其实跟前面我说的 这种社区食堂 便民食堂这些 目的是一样的 作用是一样的啊 目的不一样 它那些所谓的 什么什么食堂啊 它是以营利为目的 只不过走的是量 哎呀我便宜 来的人多 自本来还是能营利 而现在说的 这种大食堂 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服务这些什么 老年化少子化 好多人不结婚 单身狗 下了班呢 你知道 有的单位 不是说每个单位 都有食堂 不是每一个人 都愿意去食堂吃饭 他还要回家嘛 离家近 比如说礼拜六礼拜天 我就不愿意做饭 去饭店 一个贵 一个 他的食品卫生 堪忧啊 然后呢 还有一些老年人 跟孩子们不在一起 或者丁克一族 我呢 自己做饭 没意思 老两口 那么就到食堂 你吃饭 这个时候 食堂 它纯粹不以营利为目的 它就是一个 基础设施式的 服务保障性的这么一个东西 同时也是 注意啊 它也是为了和供销市一样的 比如说刚才我说的啊 口罩 一些什么物资 哄抬物价 在疫情期间 哄抬物价 甚至是将来 如果发生什么极端 极端状况的时候 供货 由于供货渠道的原因 造成一些物资会比较贵 那么供销社的出现 供销社的 这个供货渠道 它是不讲成本的 注意 它对于成本的要求 并不是特别高 它肯定有一个成本的核算 但是不是以利为目的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价钱 对于啊 对于一些 虚高的东西 它会有一个平利 同时呢 食堂也是一样 如果食堂 真正能做到物美价廉 注意 我又说一个注意 前面有人说过 资本 资本人士曾经说过一句话 物美价廉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有钱人 啊 有钱人 就中产阶级讲究 又物美又价廉 就是我们这些 比如说稍微有点钱 但还不到大款的这些人 就讲究要熊掌羽育都得兼顾 就是物美价廉 特别有钱的人 就要物美 这东西我就要漂亮 然后你服务要好 要给我尊严 给我一种 哎 进门 你得鞠躬 出门 你得鞠躬 你得给我开车门 你得有门童 把我的车给我开过来 一个东西要漂亮 一个服务要好 那么经济困难的人玩什么 就是价廉 美不美 无所谓 真不真 无所谓 明白了吧 这个就说是人家资本说的这句话 而 大食堂也好 供销社也好 他现在就做的 不管你是什么人 你是穷人也好 中产也好 哎 大豪也好 你到我这儿一视同仁 叫价廉 物美 这个物美不是说 哎 好多说的那种啊 花了多少钱做广告 哎 我的这个服务态度都好 我这个东西最起码质量是没有问题的 同时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可能都没有意识到 就是都担心的供销社也好 食堂也好 有没有服务态度 说都是公务员了 他从哪来服务态度啊 你要注意啊 这个公务员人家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基层以上的这些管理机构 肯定是公务员 对于店 食堂也好 供销社的店也好 还是和普通超市的区别不大 照样会有这个服务 只不过像说的那种有钱人玩的 要闻门童啊 进门要鞠躬 冲上要你鞠躬 请放心 共销社 大食堂不提供 就跟我说的 大食堂不提供酒水 共销社不提供额外的服务 这是肯定的 因为服务额外的服务也是加钱的 没有人无缘无故的对你俯首称臣 明白吧 所以说供销社也好 大食堂也好 是保障物资供应平易物价的 你大食堂东西便宜 吃东西也不错 卫生也好 为什么我们还要去那种特别高档的饭店 去买所谓的服务呢 我吃饱喝好 然后我去睡觉 老百姓 注意啊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为人民服务是所有政策的宗旨的根本 而不是其他 好 这次我们就先聊到这 再见